硅谷库伯蒂诺Valco商场开发争议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日前 开发商开始动工拆除商场内的旧建筑 继续向前推动包括大面积办公楼和住房的开发方案 与此同时 市民组织也发起了公投签名 试图阻止过度开发 硅谷开发商周四开始拆除 库伯蒂诺Valco商场的停车场 让不满新城镇中心计划的草根民众感到无奈 周五 更好库师之友发起公投 呼吁市民阻止这一过度开发计划 草根民担心 由市府支持的Valco新开发计划 将增加许的办公楼 会使得住房更加紧张 对整个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了盖公寓之外 还又加盖了一些office 那个office能容纳将近一万人 开发商当时一直说我们这个项目要盖这么多房子 是为了解决本地方源短缺的问题 但实际为了引入这一万人的办公面积 等于是我们Cupertino又要必须增加四千多套的房子指标 就等于是他这个项目盖完了以后 我们反而更缺房子了 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 我们这里一向交通顺畅 但最近自从Apple来了以后呢 我们已经发觉到下午 或是到六七点的时候 不管从高速公路或者是City里面的街道 都已经是实际上有点让人愤怒了 新建计划将有181万平方尺为办公空间 40万平方尺为零售空间 还有30某的房顶公园和两个城市中心广场 2668个住宅公寓单元 曹哥们表示 Vocal发展需要遵守城建总体规划 不能无限制的发展 公寓人都没有听到住宅公寓 最多的时间 他们支持建计划 公寓的意思是 建计划充满了100柠檬 他先让他们谈谈 住宅公寓在12.30早上 我完全对住宅公寓的 然后下面重要的是选择我们自己的市议员上去 只要把我跟John Wiley选上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认市府的员工按法律规定办事 日前发起公投的更好库师之友 正在各处搜集签名 希望大选前得到足够的签名 新唐记者古新月 硅谷 顾布迪诺市采访报道